我已經請阿婆載橘子來喔 喔 阿婆自己開車去喔 沒有嗎 甜甜圈 好啦 那我要出飯了 我們站橋中間比較漂亮 那在我們旁邊這座橋是民國國民政府來了之後才蓋的 那蓋之前呢我們這個景山地區主要都是 就是蠻多地區都是用這座橋作為一個主要的連外道路 我們兩邊現在看到的石頭階梯全都是平的 那輕便車道也在這邊在運行 輕便車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就是有人撐高在前進 那也有可能後面有人推看坡度懂不懂 這一條輕便車道其實最早的時候 是由中立那邊的人 中立平鎮他們的人 那邊的特家人出錢蓋的 目的是什麼目的是我們這邊的茶園 這邊的茶園最早我們下面還沒有茶葉工廠的時候 都是送到那邊去製作 那在從大道城出口 但是後來呢因為我們關係正上 開始茶葉工廠越來越多 那就走另外一條路線 把這一條呢輕便車道呢 延伸到陣上 那就在陣上自查 那走這個新竹的圖線感覺 所以後來從新竹那邊出來 對對對 是泰亞族語 那它的族語發音是MOOD MOOD 那後來日本人用他們自己的發音模式 就把它分成三個音節 就變成MOOD MOOD 對就變成三個音節這樣 建築物 它是一間叫做台灣新業 五分有限公司 它當初在日本時期的時候 成立公司 那它的一個自查場等等 都在金山社區 那這一個 我們現在看到這棟建築物 是它的一個辦公室 喔這是辦公室 我以為是工廠 最早的辦公室 日本時期蓋的 日本時期的 這一棵是咖啡樹 對這棵咖啡樹 那這一棵咖啡樹 它是三年生 三年生 對就是種下去從小苗 種下去三年 所以它現在是小苗嗎 它現在還會再長大 我們等一下下去會看到大顆的 好 那這個三年呢 我們為什麼要特別來講它 就是因為三年的咖啡 是最適合 也不是最適合 就是可以開始採收 它會推結果 會開花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都是花芽 對 這個是花芽 對 這個是花芽 這個是古石 對 這棵就已經過熟了 這一棵應該就很好 這一棵嗎 哦 你不要用力咬 因為用力咬它 裡面有很大顆的咖啡果 所以要輕輕咬嗎 對輕輕咬 你就咬把它劈啃下來就好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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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咖啡烘豆的一些东西 那这次我们会用到的 基本上就是一个锅子 就是锅子啊? 就是锅子 然后再加上一个瓦斯炉 再加上一个散热器 这三个东西 所以你在家里做的时候其实也可以 你就只要拿家里的瓦斯炉 拿你的铁锅、炒锅 或是什么锅子 再有一个随风机或是什么散热的东西 你就可以自己在家里 试着去尝试做烘豆 这个东西就叫锅子 它有没有名称? 它其实就叫烘 它们就叫做炒锅而已 它这种情形是为了 让我们烘焙减肥类的东西 就是华盛、炒锅 那我们用陶锅的好处是 陶锅它的保热效果比较好 它比水锅的效果好 那再来是它打热的速度会比较满 那它可以更洋 那咖啡在烘焙主要的有三个火源 大家知道的 一个是传导热 一个是骨色热 一个是灰热 那炒锅它的骨色热会比较好 那它的冻 冻起来就会比较低 等一下我先示范给你 那基本上我们在烘焙它最重要的 有三个火源 一个是焦糖化 一个是梅纳粉 还有一个是水锅 あと它可以通过 就会来冷凍的 下面用一个床 再把它码开 你不如放下 就会变成好 你会变成好 那些煮油 heavily 这些煮油 很酷 用妳那帥氣的站姿 烘豆 她的懷疑好好笑喔 妳在這邊 我換邊是不是 對對對妳換邊 什麼事啊 妳站過來這邊啦 欸妳的手放平的就不會了啦 幹嘛好一點拼的 好了好了 妳快好了 喔兩聲了兩聲了 三聲三聲 好啦妳可以拿起來了啦 拿起來了啦 可以關火了 妳可以開那個風扇 怎麼開 這邊有個開關 然後妳從下面這邊倒著 我的還沒對不對 哇喔 我的手會不會也變淺焙了 哈哈哈哈 我先側一點 手不要在正上面 因為它這個氣體這樣跑的時候 它是從這裡出來的 所以妳手在正上面會被 然後再來是它火在這裡 這樣的時候 它這個位置也是最容易接觸到 所以妳這隻手體會比較容易 所以妳抓的時候可以 要嘛就從外面一點 要嘛就是往後面一點 對 這樣看 一起進去 然後再試一次 不想緊張 就這樣看 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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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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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演起生活 我们下次见